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12月20日凌晨,进行的一甲联赛中,尤文图斯客场4比0,战胜了帕尔玛队。 本赛季7胜6平保持不败,目前五大联赛只有两支球队保持不败,另外一支为AC米兰队。 C罗表现,一如既往的出色,在比赛中头顶脚踢,上演没开二度好戏,带领着尤文,获得一场客场大胜。 与此同时,C罗又创造了新的记录,成为一甲历史上,近59年内,自然年竞球最多的球员,共打入了33球。 这一记录有可能,还会被C罗本人打破。 本年度尤文,还有一场比赛,已经35岁的C罗依然是当今足坛最优秀的球员之一。 葡萄牙巨星不断地用一个接一个的竞球,回击了外界的质疑。 近日国际足坛颁发了世界足球先生奖项,拜人队来万获奖,这件事似乎刺激到了C罗。 他的回应便是两立竞球。除了球技出色,C罗的颜值也是公认的阳光帅气。 他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足球之外,就像前足坛智星贝克汉姆一样,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和影视明星一样的巨大影响力。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,美媒体发布了全球最帅的100个男人。 正如球迷们所料,C罗和贝克汉姆榜上有名,在这份由Top 30 World发布的最帅100男人榜单中,大部分以娱乐艺人为主,C罗排在了第73位。 而又老幼帅的贝克汉姆排名比C罗高出很多,排到了第24位。 虽然贝克汉姆在足球职业生涯中的成就,根本无法和C罗相提并论,但在经营个人、品牌影响力方面,小贝堪称足坛第一。 即便已经退役多年,但小贝依然是各大媒体和品牌商的宠儿,各类商业代言拿到手软。 这在国际足坛历史上,恐怕仅此一例,而C罗有极大,可能成为贝克汉姆之后的第二人。 除了形象颜值上加之外,C罗生涯头脑也不逊色于小费,值得一提的是,这份榜单中出现了多名中国男人的身影。 而排在榜首的正是知名艺人肖战,他获得了美媒体的青睐,成为老外眼中全球最帅的男人。 除了肖战外,还有六名中国男艺人上榜,王一博排名第十二位,杨阳第三十位,王家尔,第三十一位,陆寒第四十二位,蔡菊坤第四十九位,吴亦凡,第五十五位。 N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